软软九宫格气球教学 只要九个步骤 让你轻松学会折气球哦 步骤一 准备剪刀一把 260肤色气球一条 260橘色气球一条 260绿色气球一条 打气筒一个 步骤二 将260肤色气球充气 尾端大约预留七指宽 我们从前面的吹嘴处 折大约五指宽的一个担泡 再大约两指宽的一个担泡 把它拔起来 扭转成熊耳结 我们抓着这个吹嘴呢 一样再折大约五指宽的一个担泡 将这个吹嘴从中间把它穿入固定 我们就完成了双泡结 步骤三 我们再折大约两指宽的一个小担泡 我们把它拔起来 一样扭转成熊耳结 我们接着再绕到另外一边 一样是折五指宽的一个担泡 在这一端的熊耳结我们把它扭转 好我们空气往后挤压 再来第四个 一样是五指宽的一个小担泡 好我们一样把它扭转在另一侧的熊耳结上 好我们这样就完成了自泡结 这个当成是猴子的脸 步骤四 我们将260橘色气球充气 尾端大约预留五指宽 我们从前面的这个吹嘴处来跟 猴子的这个熊耳结 我们来把它缠绕固定 我们的橘色呢 从上面折大约六指宽 然后绕到另外一侧的熊耳结 好我们这个来当猴子的头 接下来我们使用呢 移动消气法 将这两个颜色呢 我们往下消气 空气往后捏 然后集中在这个中间点 我们来扭转 步骤五 我们将橘色 我们将橘色 我们空气稍微往后压 然后我们来绕一个大约是五指宽的一个环泡 好我们这个来当猴子的他的手 接下来我们这两个颜色都四指宽 大约四指宽 大约四指宽 我们一起扭转 这个当猴子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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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当猴子的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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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股 我们再将多余的肤色的气球呢 我们就拿着剪刀 从后面尾端 我们把它消气 好打结 我们将多余的球皮呢 我们把它剪掉 剩下橘色的部分呢 我们来把它弯曲 来当猴子的尾巴 步骤 步骤七 我们将260绿色气球充气 尾端大约预留四指宽 我们从前面的吹嘴处的地方 我们折五指宽 单泡两个 一个 我们反折过来 抓着这个吹嘴 我们一样折五指宽的一个单泡 好吹嘴呢 从中间把它往下穿过 让它固定 让它成为双泡结 我们再做一组 一样五指宽 好一个 两个 把这两个扭转成双泡结 好我们就完成两个叶子 我们将这一块树 好我们把它做成是一棵树 我们将这棵树 从猴子的上面的手的部分 从上往下 我们把它穿过来 步骤九 画上你喜欢的表情 我们的猴子就完成了 换你试看看吧 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按赞订阅加分享 我们下一支影片见咯 拜拜